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常情况下总要经历六七个运势 寿命长久的会经历十多个运势 但人对天干的运行对大量的交替是无知无觉的 因为天干运行时间往来是客观存在自然发生的 只有自己回头看的时候才会后知后觉 所以面对不同的运势 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是很难做出去避的 更有甚者不知急凶祸福自招的道理 做出许多错事恶事 最后导致大运凶恶 真叫作恶莫逃 今天大佬就来和大家聊聊 生活中避开哪些行为有助于我们收获好运 1.衣服别乱穿 现在特别是男女青年和儿童的衣服 都会在衣服背上印有各种人头 骷髅象或者鳄鱼老虎蛇等图案 大家想一想 整天背着这些凶恶的动物图案 人的运气能好吗 这些图案所散发的气场 轻者会让人身体不好工作不顺 重者还会造成伤残和伤病 记得有一个小伙子未追时髦 她的衣服上印有人的骷髅头 当时我告诉她 这种衣服穿着不急 千万别再穿了 她父母也反对她穿这种不吉利的衣服 但她不听 后来她父母来电话说 她儿子被汽车撞死了 还有一个五六岁小男孩的衣服上 不是老虎 就是鳄鱼和蛇之类 这个孩子平时不是这里不舒服 就是那里不好 吃药也不见效果 瘦得像电视里的非洲小难民 甚至可怜 后来我对她父母说 不要穿这些鳄鱼老虎的衣服 孩子身体就会好 他们听了我的意见 孩子身体果然好了 有些人晚上睡觉会有梦遗 或者轨道精气的现象 却不知为何 其实这与他们穿的内裤有关 有些人买的内裤上面印有动物的图腾 到了晚上睡觉就会有动物之魂附在内裤的图腾上吸精气 所以内裤要避免出现图案 二 别乱染头发 人头是山 头发是草木 如果是山清水秀 必望丁望财 如果一座山的草木都枯黄了 那说明这座山没有生气 就会影响人的运气 不利人们的居住 人的头是人所有行为的总指挥 为象山 一个人的头发黑黑的 称之为秀 其人运气一定会好 但有的男女未敢时髦 追求个性 把好好的一头黑发 染成黄金黄褐色红色 这就像山上的草木枯黄了一样 会让人身体不好 运气不顺 甚至会出凶恶之势 特别是染红发者 更是凶多吉少 不是劳逸 就是凶灾横祸不断 有的人还和我争论说 很多外国人头发都是黄色金黄色的 不都活得挺好吗 但是他忘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都有一方之规 他们的国土必生黄发之人 养黄发之人故有利 我们国土生黑发之人 养黑发之人有利 但你违反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之规律 必然不利 三 不要乱纹身 现在很流行纹身 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 之前有一位青年信徒 在身上纹了一只老虎与青龙在斗 他纹约一个月后 因为打群架 被判三年刑 骨鱼有云 龙争虎斗 他将龙虎纹在身上 岂不招来横祸 身上纹有动物图腾 容易招惹动物邪魂附身 做猪怪并骑货 还会影响引导人坠落畜生道 因为动物本来自畜生道 我还听一位开过纹身店的朋友说 他有一次遇两个女孩来店里 闻一朵小红花在印堂上 不幸的是 这两个女孩刚闻好出门过马路 双双被汽车撞死了 此后我那位朋友纹身店也不开了 纹身这事很邪门不能乱吻 人的印堂号称命宫 古人说印堂发黑发红是倒霉的象征 怎么可以在印堂上闻图腾 这不是自取灭亡吗 4.脸上不要乱动刀 现在女人为了获得更好的面部特征 通过现在各种整容方法来得到 但是每个人的面部特征 随着年龄生活习惯的变化 本来就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若是强行进行整容 只会带来一时的美貌 而很难有长久的保持 甚至还会破坏自己本来的运势 尤其是以下四个部位 千万不能调整 会影响自己的运势 1.开眼角 所谓的开眼角 就是指眼角扩大 看起来非常的吸引人 眼睛看起来也会更大更亮 但是开眼角一定要保证 眼睛与面部的比例协调 若是开得眼角过大 反而会导致比例失重 看起来非常的没有精气神 缺少活力 增加孤独感 会削弱做大事的能力 也会增加日后发展的难度 反而会是坏事 2.龙鼻 在相学中 我们的常说龙鼻 就是垫高山根与鼻头鼻梁骨 但是在面向中 并不是说鼻梁山根越高越好 只要是能够达到面部协调 与印堂相连就行 若是过于加高 则会看起来非常的刻意 而且还会影响自身的财运 鼻子过高之人 在性格上面 会更加的急功近利 做事比较急躁 反而容易失败 看前看得过重 会削弱自己的运势 在事业上的发展也会非常的不顺 反而没有太强的财运 3.削减下巴 下巴位于面部的夏亭 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晚年运势 与财富的积累能力 但是下巴长得饱满有肉 会带来非常不错的财运 蓄财的能力比较强 不动产也会非常的多 下巴有肉能兜财 晚年的运势也必定不错 但弱势把下巴削减 不但会削弱自己财富 而且会削弱财富的能力 个人的服运非常的弱 财力不强 与家人和后代的关系 也会非常紧张 4.削骨 所谓的削骨 就是指把脸部突出的骨头削掉 让脸部特征看起来非常的薄弱 缺少了蛮横感 会对自己的面向有非常的影响 不但有损自己的福德 而且还会影响非常大的发展 削弱自己的性格 在事业上也很难有大发展 一辈子的成就不高 终晚年的运势破败 没有过硬的发财本事 最后提醒大家要记住 世上万物万事都储存有吉凶信息 用吉则吉 用凶则凶 这是事物发展必须遵循的自然规律 以上这些都是影响运势的事情 我们一定不要做 除了这些 如果你想要收获好运势的话 也可以从家居风水进行改变 这样更有助于大家获得好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在这里